一千兩杯花完了我們省什麼啦 你告訴我們我們省什麼 錢都花完了我們還省嗎 是立法院子橡皮圖章 他總共行政費用二十億多一點 已經花了十八點多億了 包括簽約的 而且砍了不是不砍了不是 有錢要砍料也要 那我能砍嗎 你告訴我我能砍嗎 所以這個審查是假的 不能夠用即死性來嚴格立法權 行使獨裁權 今天我們都清楚嗎 剛才我有提案 經濟部的人就跟我講 他錢都花完了 一千兩百多億花來不夠 都花了一百億 那是在心什麼 我們根據第十一條第四項 他是可以用一小部分 而且是緊急需要 讓我們省完 也就差不多一個月 但不用等 一千兩百億花完了 我們省什麼 你告訴我們我們省什麼 錢都花完了我們還省嗎 今天還省什麼 主席啊 錢都花完了 經濟部全部花完了 他的行政費用全部花完了 這個行政費用十八點二七億預算 結果都花了十八點二八億啊 全部都花完了 他這樣全部花完了 那是要省什麼 都還沒有通過 一條一條按號我說 決算都已經決算了 他決算了 五倍進的預算數 印制六點一四億 執行五點八八億 分裝一點一八億 執行一點一二億 貴昂合計 預算十八點二七億 他執行了十八點二八億 那幾能花完了啊 我還省什麼 請問我還省什麼 你告訴我 我現在砍也不是 不砍也不是 有幾能砍完了啊 那我能砍嗎 你告訴我我能砍嗎 所以這個審查這是假的 對不對 我覺得 我覺得這裡面我們只講 支付一部分 法定的這麼清楚 老柯啊 拜託老柯啊 你現在等於是地下院長 不能這樣子 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我覺得 你們給我的資料 一千九百五十萬份的實體券 錢都花完了 一千九百五十萬份 這怎麼是一部分呢 這全部耶 紙張的預算一千八百五十萬份 他花了一百九十 一千九百五十萬份 總的來講還沒花完啊 全部花完了 沒有啦 看整個預算 偷偷偷的預算 剩下是個別 還沒花完 來領的 但是你行政作業 被全部花掉了 我省什麼 我不能去砍 我不能夠去砍這個 說每一個人要領五千塊 我砍這個幹什麼呢 我這個當然不能砍啊 五千塊一件給人家 其他就是他的行政費用 他的行政費用 列了十八點二七億 他花了十八點二八億了 我要省什麼 你告訴我 我省什麼 他列了十七點二八七億 同樣的話不要講十字好不好 說一次就好 不然說十次 總管 因為你說會成天啊 所以我告訴你 我特別要請我們 偉大的政治人物大家 看清楚了齁 真的不要假借即時 表現假借 防疫 來閹割立法權啦 我們並沒有諸之必教 各位你們聽話我都看了 其實都很客氣的 現在主要是一個東西就是 這個法明明十一條之四 是用一部分 什麼叫一部分 大家一定覺得一部分 一定第一盤是五十嘛 經濟部執行的 包括簽約的已經超過 將近超過八十五 將近九十 這怎麼是一部分呢 這怎麼是一部分呢 他預算執行的方面 他預算列了二十億 已經花了十八億多了 怎麼叫做一部分呢 簽約都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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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約來了你可以趕快改嗎 你難道我們這裡 來不行你要改 那不是大家又跳腳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不能夠用即時性 來嚴格立法權 行使獨裁權啊 這是我們所看到的 今天這個 我在立法院已經 諮詢的時候 我就提出這個概念了 給你用可以 你怎麼可以用到百分之九十呢 他二十億 變了二十億 用了十八點多億啊 怎麼會這樣子呢 對不對 你都簽約了 我怎麼審啊 我怎麼審啊 如果你今天各位用一部分 你用了百分之四十 我都認了 百分之三十我們都認了 你用了百分之九十耶 經濟部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對不對 他花了錢 我們不會去砍 我們不會組織比較 我們不會組織比較 一個人五千塊 兩千三百萬人 要花一千一百多億 我們一毛錢都不會砍 沒有人砍這個東西 我們主要是他行政費用 是立法院辱物啊 是立法院只是橡皮圖章 他總共行政費用二十億多一點 已經花了十八點多億了 包括簽約的 那你們信嗎 大家平民理嘛 這個法通過是這樣 他是寫一部分 不能把給行政業方便當隨便啊 你們現在就隨便了嘛 給你一部分給你花了百分之九十了 我還審什麼嘛 請問各位 我們還需要審嗎 啊幾筆都幾樓啊 還審什麼 都假的啊 對不對 我再強調一遍 各位委員的指教都很好 要救災救齊救經濟 我都同意 但是不能夠因為這樣子 把立法院幹掉了 變成獨裁 這樣立法院真的要關掉了 我是強調這一點 有慘神經濟 我都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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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慘神經濟 我都買了 我都買了 我還沒買的